近日,高雄市左营区的一家知名汽车旅馆发生了一起针孔摄影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一名女住客在房间内使用手电筒检查时 又来发现插座内隐藏着针孔摄影机 她立即通知旅馆管理方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插座 发现内部除了针孔摄影机外 还藏有一块64GB的记忆卡和主机板 由于记忆卡被加密 警方目前无法确定受害者的数量 案件以交由刑事大队进行深入调查 这一事件发生于11日晚上7点多 当时这名女客在进入房间后 谨慎地用手电筒检查房间四周 当她照射插座时 发现了异常的反光 便立刻请求旅馆人员前来检查 结果在插座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摄影装置 这一发现让其他住客深感不安 担忧自己的隐私可能已经被偷拍 警方到场后 发现这个装置的记忆卡接近存储上线 初步估计拍摄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 目前警方正在进行记忆卡的解密工作 以确定具体的拍摄内容和可能的受害范围 旅馆业者得知此事后 迅速声明对房间内安装针孔摄影记忆是毫不知情 并立即宣布暂停一夜一天 进行全面的内部检查 然而 当媒体试图进一步了解事件情况时 旅馆方警表示主管不在 并未提供更多详细资讯 这家汽车旅馆 以其情侣友好的设施和高品质服务文明 被视为左营区内的理想住宿选择 旅馆的广告强调其设有多种按摩寓词 并强调情侣特别喜欢这个位置 其住宿体验评价高达8.1分 警方提醒公众 非法安装针孔摄影装置偷拍他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可能触犯刑法第315到1条妨害秘密罪 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获30万元以下罚金 警方强调不以申视法 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罚 大家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W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